好,各位,我們開始上課了 來,各位請安靜 來,請安靜,我們開始上課了 好,那我們先把上一回我們第二張介紹的浮屏 再做簡單的浮屏 好,那我們從這個第十頁這邊開始 這個致死這邊開始 這個是我們這個商議員我們介紹到 這個關短片尋到爾瑞的宣告 那這個就是商議員我們曾經介紹過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選部分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經常要用這種方式 就是你喜歡一個常數 那這個常數的話會在修改上面會比較方便 也會使得你的部分會比較結構化 再來就是關短片尋到爾瑞 那關短片尋到爾瑞的話就是A0的位置 我們其實在電腦裡面只是A的位置 那A挖號1的位置其實是A加1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都是彈體的byte 那個A加1這個加1到底加多少 做好的byte 是要看你那個元素本身所佔用的byte數量 但是呢,我們就知道它就是A加1的位置 再下來是,如果你是這個2 dimensional array 那我們剛剛考試也有考了齁 2 dimensional array 那基本上你就會有一個所謂的law major 那這個law major方式的話是 一列排完之後呢,再排第一下一列 下一列,再排下一列 就是law major 然後這個,你的這個,最實的話可以把它算出來 再下來如果你是color major的話 就是,這個行排完之後呢,再排下一排 那一樣齁,你可以把這個,它的Wayte數刷算出來 再來這個是,Eca的問題 這個方式我們也談過了齁 好,那我們三色也談到多項式齁 那擴降式的話,我們在表達上面的話 呃,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方式 譬如說,這個1.5乘以x的0次8 好,這一項齁 然後再下來是這個3乘以x的30方式這一項 再下來是-10乘以10的x的50方式這一項 我們把這個,這些東西把它記下來 那當然這是一個方式 那,可是呢,我們說 假設你這個相次啊,你不曉得最高次到多少次 那你可以在要執行的時候呢 用這個NU的概念齁 這個NU的概念 然後我們再locate一個array 那這時候呢,你的這個divide是大小是多少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這時候呢,你破半半這些東西 我們就不用使用記憶體來記在這些NU的位置 那再過來就是 更有效率的方式就是你把 非你的地分法記下來 所以你就需要一個叫做係數 還有一個叫做次方 譬如說這個2的x1000次方 那就是這個2 x1000次方這一個 再過來這個1是 1乘以x的0次方 所以這是一個1 乘以他的x的0次方 我們把它記下來 不要這個概念 再過來是spots matrix 係數矩正 那這個就是 就是大部分的標誌等一年齁 就要吸出部分 好,那這個3一回 我們談到說 我們怎麼樣去把這個 旅證做這個轉字齁 spot轉字 那轉字的定義就是 你把這個 這個行齁齁 在那邊變成一個類 把這個 把這個類在那邊變成一個行 這個叫轉字 那換句話說呢 從我們寫多文技巧來講就是 我們把這個ij的位置 把他換成zi的位置 也就是他的行 跟他內的這個index對調 好,那再次就是 我們怎麼樣記載這個 非0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他raw跟colon 以及他的指 把它記下來 比如說這個13的位置 是3 然後15的位置是4 還有23的位置是等於5 把它記下來 好,那再過來就是 你要怎麼換 那最簡單的概念就是 你把這個raw的index 1跟3把它對調 變成3跟1 就是對調 這就是我們 做這個轉字矩正的 最直接的方式 那可是調完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一串 原來在raw這個地方 這一串在raw的地方 是按照順序的 可是你對調完P之後 在raw這個地方的話 就按照順序 所以我們也還是很希望說 你這個資料結構在放的時候 存放方式 你也要按照原來的方式來存放 也就是這個raw的部分 應該要按照順序 好,所以這個上一次 我們就有談了一些方法 那我們談那個最有效的方法 我們再複習一下 好,那首先呢 我們就是先去算一下 第一個scape 我先去算一下 每一個轉字之後的那個raw 到底有幾個菲林的元素 那轉字之後呢 有幾個菲林的元素 你們去看這個 這個carlin交到那邊的raw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到這個3 我們看到這個3 那我們在0、1、2、3 我們這邊就加個1 然後再看到一個5 我們在這個第5個位置把它加個1 再來看到一個3 我們在第三個位置對應的把它加個1 再來看到一個4 我們在第4個位置把它加個1 再來看到2 我們在第2個位置把它加個1 再來看到3 我們在第三個位置把它加到1 好 那所以呢,我們就知道說 將來轉化完畢之後啊 這幾個代表在raw的地方菲林的部分 它的數量就是001311 那下一次呢 我們再來算說 那未來 對於未來這個 這個raw開始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那這個 這個開始的位置就是 前面這個總的就對了 總數量 數位1呢 代表什麼 前面這一段的總數量就是1 在外這個4是怎麼樣呢 前面這一段的總數量就是4 在外這個5呢 前面這一段的總數量就是5 那就是你開始的位置 好 那有了這個 這個開始的位置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轉 1、3 我們就把它轉換成3、1 3、1 那它擺的位置呢 是第三個raw 第三個raw的話 它開始的位置是在1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它擺 擺在第一個raw的地方 就是1 好 再下來是看到這個 1、5 我們把它總過來變成5、1 那它開始的位置在 在什麼地方 在第5個位置 所以我們把它換到第5個位置 再下來是這個2、3 我們把它換成3、2 那3、2呢 剛剛的這個位置 這邊裡面加一點2 所以下一次我們要放到第三個位置 這個是放到第2個位置 所以這是第2個位置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次 就很快的把我們相對應的這些資料 把它放到我們相關的位置 好 那這個矩正乘法的話 就是矩正乘法的公式 那這個矩正乘法的話 基本上就是說 你一個raw 乘上這麼一個column 那這個程度來的結果 就是我們第2個raw 第2個column 第2個raw 第2個column 是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答案 這個答案就是7 好 接下來是 有換用我們的自竄 在C語言的這個自竄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 如果你是Captive Array的話 那每一個單股的一個英文字 他就是在用一個byte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自竄的話 雙引號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雙引號的最後面 事實上他還有一個 這個 這個num character 那如果是用 我們這個 這個Arsticode表示的話 就是大寫的b是66號 然後大寫的e是69號 大寫的d是68號 num character就是d0號 好 再過來就是 這個所謂的 StreamMation 4串的比對 那譬如說 我們給一個比較長的是這一串 這一串是比較長的 那右邊這個dct是比較短的 我們想要看說dct 在比較長的這裡面到裡面出現 這邊有出現 這裡有出現 那這個問題就是所謂的StreamMation 好 那這個這邊請上一次有說過 你用圖啊 你剛剛的方法當然可以說 但是那個花的時間 就是 這個m正義恩的時間 可是呢 這個 這個 KMP這個演算法 它是order m加n 所以這個速度是相當相當快的 還有就是上一次有談到 你知道有這邊的網站 好 好 再接下來我們就 這個 再進入我們第三章 那我們這張再講的是Stake跟Q 好 那在進入Stake跟Q之前 好 這個第三章在這裡 也是 先 在較進一步 這個C++裡面的 所謂的template 那這個template呢 就是分成兩種形式 一個是template function 一個是template class 好 那我們首先看到這個 function 這個就是一個 function 就是 這個是一個函數 我們現在是template 這是silent install的一個函數 那這函數咧 基本上 都我們看後面這一個 int n 那這個非常清楚 就是 你進來的資料 這個參數啊 是int的形式 他的資料顯示 是int的形式 但是前面這個咧 這個a start a的這個形式 start a 就代表它是有類 那start a這個形式 它是t這個形式 那t是什麼東西 t的d位 就跟這個int 這個d位是一樣的 但是咧 這個t的d 這個真正的 這個資料形態啊 在這個時候 還沒有定義下來 所以我們就說 這個是一個樣板 或者它是一個模板 這個叫template 那這個template 在什麼時候才會定義定下來呢 在你未來 真正被公叫的時候 譬如說咧 我們未來在這個silent install 我們公叫這個silent install 然後咧 我們就會送給它一個array 這個array是f這個array 那這個enterarray是float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silent install 在運作上面 這個t 這個t它就會對應到 farray的形態 farray的形態 farray的形態就是float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t啊 就相當也是float的 這個意義 那因此啊 這裡面的這個 所有的a的array 它都是float的意義 那後來我們第二次在呼叫的時候 是intarray intarray 就是int的形態 所以對應到這個t啊 第二次被呼叫的時候 這個t的對應了這個a的array 它就變成int的array 那不管你是intarray 還是floating pointarray 你的slagive source 基本上都是同樣的方式 同樣方式在運行的 那所以呢 我們就寫一個function就好了 那因此用這個一個概念 就是叫template class1 那這個是 就比方說 這個 這個 A這個 它是一個 它可以接收的 可以 根據你 當時要執行的時候 你要進來的資料形態 它都可以接收 那當然也不是只有這兩種 你其他的譬如說character 當然它也可以接收 其他資料形態 它都可以接收 那這個 三次上完課之後 我回去 檢查一下 這個東西 這個地方 有打錯了 這邊這個多點 各位看一下 我們兩個有一個講義 講義 如果有講義的話 這邊是多點 檢查一下 好 這個 攝影音速度 到底怎麼做 假設 假設我們現在 資料是長這樣子 85247 我們要把它排好 血淚金速 那我們現在這個怎麼做 那這個血淚金速的話 就是 我們要把資料把它排好 按照順序 那最後的目標 最後的目標就是 最後目標就是 2 4 5 7 8 這是最後目標 按照順序把它排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血淚金速它是怎麼做的 就是 就是 第一次哈 先這裡面選那個最小的哪一個 把它選出來 好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怎麼選擇這個最小的值 那一般就是 我們先假設這個 這個 這個8是最小的 先假設這個8是最小的 所以 這個有一個地方 我們算得到這個8 8是最小的 那這個8是最小的 那這個8是最小的 我們接下來就是 5跟這個8 你看看 這個5比這個8還要小 所以就把它8改掉變成5 再下來這個2 比這個5還要小 所以這個2 就把這個5 再把它改掉變成2 再過來這個4 1跟2 你看看 那不能改 7跟2 你看看不能改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第一輪 我們就知道 這個2是全部裡面最小的那一個 那我們就把2把它放到第一個位置 所以就這兩個對調 再下一次 這個2以外的 我們再找最小值 那2以外再找最小值 一樣喔 先假設這個5 先一樣喔 先假設這個 這個剛開始這個5是最小的 然後這塊8跟5比較 那8沒有比這個5還要小 這塊4跟5比較 4比5還要小 換掉 這塊4跟7 比較 那這個沒有換 所以這一次的話 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 這兩個要對變 好 除了2跟4之外 剩下裡面只要最小的 那這個 細部動作我們就不做了 我們就知道 這個最小的就是這個5 所以再過來 下一次的話 就是5跟8比較 對調齁 所以是2 4 5 8 7 然後再下來 2 4 5還好了 剩下最小值是這個7 所以這兩個對調 好 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這個Proven 這個Proven 就在做 顯得跟Sort 那 所以在這裡 在這裡 它是 這個我們沒辦法詳細 脆手 各位唯一脆 這個Proven不會太困難 那就是一開始它假設 這個Z 就是DI的位置 DI的位置 是目前的最小值 所以它不是把那個最小值 放到另外一個地方 它只是什麼 它只是用這個Z DJ的位置 來代表它是最小值 DJ的位置 然後呢 後來就是每一次 這個AK 都跟這個 AZ這個位置 就是AZ是目前最小值 就是這個位 這個資料跟它比一下看 如果你這個資料 比它還要小 那個最小值 這個Z的位置 就會變成K 那就好像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這個Z是等於1 現在等於1 然後後來呢 這個5比這個8還要小 所以這個5把它放進去 這個2的意義 就是把接熱子把它改成2 2的位置 後來這個2呢 又比這個5還要小 那這個你把2改成 把它換掉的意思就是 把這個接熱子把它改成13 那你恐怖就沒有改 那做完之後呢 做完之後 DJ的位置就是最小值 那DI的AI 就是我們第一位 I就是1 所以就是這兩個把它退掉 好 Swap 這個我們在這邊 這個其實以後我們 可能會剛看到這個Swap 就是資料交換 這個資料交換 就是Echange 那這個呢 就是你要自己 寫一個Program去做Echange 好 那就把這個交換 好 這是寫印塑的 那這個寫印塑的在這邊就是展示 就是我們寫一個寫印塑的一個Function 然後呢 它的這個資料型態是固定的 它可以 你可以套用Program Point 你可以套用IP 你也可以套用Character 像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再說 稱為這個東西 就是Tablet Function Tablet是樣板 或者叫做模板 好這塊就是進入我們這一章的這個重點 我們這一章的標題就是State and Queue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是一個State的一個示範的圖 那State就是我們一般在課本上面畫的時候 我們都把它畫成直立的 那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那這個直立的時候呢 就是最下面這個叫State的Button 它的底部 那上方呢就是這個top 它是上面 那開口朝上 上方有一個開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說我們的這個State 是只有一個端點 1M的 M的一個端點 它只有一個端點 那你要進出 或只能經過這個端點 好所以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你要把東西放進來 就放到最上面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AECDEF 這個F管是最後被放進去 因為我們是要把它給上去 那如果你要拿出來呢 你只能拿到最上面這個出來 所以最後放進去的那一個 最後放進去的那一個 將來拿出來都是最先拿出來的 所以是last in 最後進去的是first out 最先離開 最後放進去的是最先離開 因為這個是一個架構 那如果說我們從電腦 電腦服務的角度來講的話 那就變什麼 last time first serve 最後來的那一個 就是最先得到 那這個是State 再過來Q Q這個中文 其實你不要去管這個坊間的中文怎麼翻譯 你管那個坊間中文怎麼翻譯 都弄不清楚它什麼意思 Q就是排隊 Q它基本的意義就是排隊 那你只要把他想的是排隊 把它翻譯成中文 把它翻譯成排隊 那你這個事情 你就大概就已經知道它的結果了 好 所以這個排隊怎麼排隊 排隊買票 排隊買各種的票 先來了先得到服務 這個叫排隊 所以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先來先得到服務 或者是先進來先離開 排隊就是先來的 他等一下買到票過來 他就先離開 所以是first in first out 所以他就有兩個觀點 一個是隊伍的尾巴 一個是隊伍的前面 那所以這個他有一個觀點 隊伍的尾巴就是 如果你有新來的人要排隊 所以一個是進來 新進來的人要來的 另外一個是 現在得到服務之後 要離開的 是兩個觀點 這個叫q 事實上我們學computer 這幾個字 都已經變成專有名詞的縮寫了 這個叫做LIFO LIFO 我們直接把換一種英文 然後縮寫之後 你可以 剛好看一遍 這個叫做LIFO 那這怎麼唸 你覺得這要怎麼唸 不是啊 不是啊 這是在LIFO啊 這怎麼唸 你看到英文這樣 要不會唸啊 好 大聲一點 好 拜託 大家掌握得這麼鼓勵 跳舞就緊 跳舞就緊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